街頭發生打架案件 警方到場 這名男子卻還是情緒非常激動 要打人 當時至少六名員警到場 男子還是想衝過去找一名女子的麻煩 當場被壓制 發生衝突的地點 就在新北市深坑一所科技大學的對面 這裡深夜人車少 只有超商這邊比較熱鬧 有人吵架 民眾也趕緊報案 還原打架經過當時穿著白色衣服的 靈性男子被三個人包圍攻擊 打人嫌犯朝被害人猛挥拳 就算人倒在地上還是不肯罷手 當時現場有一名女子 一次是被害人的朋友靠過去幫忙 要嫌犯都別打了 但力氣怎麼比得過成年男子 過程中手機還掉了連忙撿起來 真的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打人嫌犯落往後攻撐 因為被害人開的車子排氣管聲音很大 加上差點撞上他們 所以才會跑去理論 結果卻演變成肢體衝突 根據了解雙方都住在深坑 彼此都互不認識 一方開車 一方騎車 四名男子是不是看到被害人開車 在人心裡有那麼一點不平衡 恐怕他們心裡最清楚 失去理性動粗 這下也家都不用回了 全境派出所 第一屆新聞正式為韓上倫新北市報導